以前我們都認為是這樣的 拿了譜 你拼命看譜 然後想要從譜裡面 把你熟悉這個 那是太笨的做法 那很辛苦 非常辛苦的練法 你怎麼樣 尤其是對彈琴的人 彈琴你要考慮到又是和弦 然後不是你的和弦進行要知道 不像是一個樂器 長笛 或者上手 或者是小提琴 它就一個音在那邊你就拉好了 你就拼著命把音給彈出來就好了 鋼琴不一樣 鋼琴要和弦要拍子 鋼琴是很累的東西 是綜合體 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當你會的這個 你看到這個你能夠和弦彈出來 拍子打出來 那就很好 那可是你要經過這個要練了多久的時間 對不對 所以你會一首歌 你事實上呢 你事實上你就等於說全部都會了 只要你練過你就全部都會了 所以它一成熟的話 是全部成型的 而不是你會一首歌 你會一首歌你就表示你會全部都會了 所以說這個觀念很重要 你不要以為說糟糕我練了一學期 兩學期我都彈不出來 連一首歌都彈不出來 千萬 你要自己要跟自己講 要不然你對自己都懷疑了 我是怎麼那麼笨啊 怎麼搞的彈一學期兩學 我什麼歌都不會都彈不出來 不是這個樣子 鋼琴是 你必須要 必須要這個和弦要會壓 拍子要會打 然後再去彈 跟別的樂器不一樣 這點也順便順便給初學者打個氣 否則一般的話都陣亡掉了 一彈就陣亡掉了 好了我們現在稍微講一些這個 我這個比如說 Sed Movies 我順便講一下 這個同樣一首歌對不對 這個是我記得這個感觸還蠻深的 Sed Movies是這個 這個什麼那個什麼 又講不出來 她名字啊 這個女的也是很紅啊 相當紅啊 你們上網去查一下就知道了 這個Sue Thompson 對對對 一個女的 她是前年才過世 前年啊 享受大概也有快一百歲了 那我 她比我大了二十幾歲 那 結果你從她身上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歲月啊真是很恐怖的事情 這個歲月不饒人啊 比如說年紀大的時候 你真的每個人都要走到這個地步 沒有一個人可以避免 你看像Sue Thompson 他那天上台的時候 我看他那個時候 應該也有八十幾歲了 八十幾歲 結果呢 他上台之後啊 他手上 他就唱這首歌 Sed Movies 這是他的成名曲 所謂成名曲 就是他最紅的一首歌 他唱片裡面 他一生中最紅的就是這首 很多歌星啊 一生中就這麼一首歌 很紅啊 他就這首歌最紅了 也是他第一次唱就唱紅了 重點是哪 他那天 我猜 我猜應該有八十幾歲 他手上拿著 上台之後 當然是 不像年輕的時候 那個體格那麼好的 八十幾歲 背也拖了 那個走路也沒什麼勁 然後 重點是什麼呢 重點是手上還拿著 拿著歌詞 懂嗎 手上拿著歌詞 表示他 他會怕忘掉 還有 叫一唱出來的時候 那個當時 氣也不夠了 他的原 key的話 呃 好像是 降一調還是什麼東西 結果他那天唱的時候是西調 就表示 調子也低下 這是沒辦法的 年紀大了 他那個唱不上去 重點是 最重要是什麼 他自己唱的歌對不對 他拍子還會錯調呢 進來的時候 他拍子會錯調呢 你就知道歲月真的是 唉 好啦 我現在就唱這首歌 他原 key 我唱這首歌 我順便唱完之後 這個 呃 在唱以前啊 我在這個順便講一下 這個 這首歌是 你看他們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 這韓國人啊 就是line dance 他是彈恰恰 恰恰 那我今天為什麼 恰恰的話是這樣的 他的速度啊 一百二十幾拍左右 我是用西部的 事實上他也是用西部的 他貝斯的話是 這樣的 奇怪這個怎麼是 怎麼是 聽起來是不是啊 這西部的 事實上啊 這個今天順便跟大家講一個觀念 就是說 嗯 那個 那個 那個拍子啊 跳舞的時候啊 他是以這個 以這個鼓手跟貝斯配合起來 嗯 然後他的 以速度為主 那恰恰的時候 記住啊 恰恰速度大概一百二十拍左右 上下這樣 左右 就是一百二十拍左右 那倫巴的話大概一百拍左右 華爾茲的話大概在九十拍 這樣 你不能說你恰恰的話 你就弄個一百五十拍 這樣根本人家跳不出來 就一聽這個 就不是恰恰 他正好在一百二十拍左右 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他拍子 那主要是鼓手跟那個 貝斯搭配好 你至於鋼琴是怎麼彈 這樣也可以 原來教你們是恰恰是 就恰恰這種拍子 就這種拍子 那這種拍子 比較土一點就對了 但是人家一聽 啊這就恰恰的拍子 那由此可見的 你鋼琴的時候不一定要這樣子 你可以只要拍子 對貝斯跟鼓手一打出來 那你 而且這首歌就是速度也一樣 你就是恰恰的 也是為什麼有時候啊 跳舞的時候有時候 Soul 比如說也有人用Soul Soul他拍子 可是Soul的話 他鼓手打Soul的 可是問題是跳舞的 沒有人跳Soul 對 都是恰恰 所以恰恰的分量很重 你看他們常常跳舞的人就是 恰恰的 都是幾乎用恰恰的拍子 嗯 拍子在那個那個節奏 恰恰恰恰唱 好吧 你們 我有丟那個片 丟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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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啊 我現在先唱一下 大概講 可能我歌詞也記不起來了 沒有關係喔 我大概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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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said he had to work so i went to the show alone they turned on the lights and turned the projects on i just started a new start the world started to begin i saw my darling and my best friend walking though i was sitting there they all didn't see i saw they sat right down in front of me so to keep them telling her liesi just a sad movie oh sad movies always make me cry oh sad movies always make me cry oh sad movies always make me cry so i got up slowly walking home and mama say what was wrong so to keep from telling her liesi just a sad movie oh sad movies always make me c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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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I got up slowly walking home And mama saw the tears and said what's wrong So to keep from telling her lies I just said movie made me cry Oh sad movies make me cry Oh sad movies make me cry 然後就忘掉了這樣子 那這就是這樣子 這個就是恰恰 大家不妨看一下 我最近有丟那個sad movies 當時我用那個是G調 那他是男生嘛 用這個音樂 最高音是la嘛 所以我唱的G調是可以的 那女生的話 女生的話用低調 那那個sul thompson 因為他年紀太大 他唱不上去就C調這樣 好 這首歌的話 你不要小看喔 這個相當那個 你如果說 你基本功沒弄好的時候 就是我剛剛講過的文章啊 那些匡匡的曲式啊這些 你絕對記不起來的和弦啊 這裡是多 那裡是多 你搞不清楚 我現在是什麼都沒有 就是完全這樣 歌詞有時候 我連歌詞都懶得看了 歌詞有時候不對 就蓋過去這樣 主要是和弦啊 和弦在你腦海裡面 它就框框的在浮現出來這樣 那你想想看喔 那你 我剛剛彈的這個 它就大概一 大概那個拍子 大概一百二十百左右這樣 那你 那你們看看為什麼這個和弦能夠 我還能夠記得起來 因為我剛剛講過了 就是 你整個曲式架構 你知道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 你又記起來 你知道嗎 歌詞的話是 有時候真的沒辦法的 歌詞我記不起來 那沒辦法 除非是你要不要 你就拿個那個 那個那個 就是拿個那個什麼 那個手機啊 那個放在前面對不對 他們幾乎都是這樣看的 放在前面 你看 好 那 那 重點是 這個 我就拿這首歌來解釋嘛對不對 比如說 另外一首叫什麼東西啊 那個 這個 One Way Take It 就是這種牌子 那通常呢 這首歌的話 就是有貝斯會比較好 啊 to the blue bye bye love my baby living now longly to the fall All I can do got a one way ticket to the blue I'm gonna take a trip to Lonson town gonna gonna take a heartbreak hotel a fool such a eye i never was i cry i tears away choo choo train choking down the track got a tram around never coming back got a one way ticket to the blue one way 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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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the blue i'm gonna take a trip to Lonson town gonna take a heartbreak hotel a fool such a eye i never was i cry i tears away choo choo train choking down the track choking down the track got a tram around never coming back g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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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差很多很多了 那你重點是你和弦 你和弦大概也是能夠 和弦他這首歌的和弦進行也是相當漂亮 La Re Mi La 那副歌比較複雜一點 Sol Do Mi La 在Re La Mi Mi Si 就是這樣進來的 你到時候就是 不用花很多時間就可以 尤其是我彈貝斯 旁邊有一個鋼琴 他可以專心的這個 他就伴奏 那這首歌我打貝斯 貝斯的話就是 有的貝斯味道就不一樣了 好啦我剛剛講了半天就是 一首歌對不對 你就是重點今天講的重點就是說 你這個恰恰 你不一定要照那個 不一定要照這個恰恰恰恰恰恰 不是這種意思 你剛剛我彈的西部的也可以 我剛剛彈 你用接力把他彈 這種牌子打 所以今天等於說是 講的蠻多的 這都主要是觀念的問題 觀念 好不好 再來一遍 彈一下這個 這個 這個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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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